地鐵13號線二期工程迎來好消息 倉邊路和建設六馬路區間的 右線盾構隧道順利貫通 目前彩虹橋至建設六馬路區間 已經實現雙向貫通 地鐵13號線二期的土建工程 已經累計完成近七成 葉偉門報導 眼前這個盾構井位於倉邊路和建設六馬路之間 區間有線隧道全長約909米 目前工人已經將盾構機撤走 隧道內臨時搭建的軌道 也將會陸續拆除撤走 接下來將會鋪上地鐵行駛的軌道 隧道施工往往面臨長距離 運送渣土的問題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施工方特別引進了一台渣土皮帶運輸機 所有施工產生的渣土 都可以通過眼前的這台機器 源源不斷24小時向外疏送 施工效率至少提高4至5倍 沒有皮帶機運輸系統之前 我們是用傳統的電瓶車 就是將渣土用小電瓶車 運送至洞口 然後雕出來之後 電瓶車再回去再繼續施工 大概一年只能做到500米到600米 然後使用了這個之後 我們一年大概能做到兩公里 隧道位於東風路主幹道的正下方 需要側穿高架橋等複雜建築物群 施工方表示 由於左右線隧道結構的 靜距離少於3米 貿然施工會對隧道周邊的土體產生擾動 也容易對已經成形的左線隧道 帶來擠壓等風險 為了確保施工安全 施工單位編制了專項施工方案 確保囤購機能順利掘盡 對這個城郊數字控制的要求精度比較高 然後同時我們還測穿了我們的東豪沖高架 在東豪沖高架的位置 我們左右線的間距僅有1.8米 首先我們這個施工中 嚴格的去按照要求 每天去進行地面的一個監測 同時在施工過程中做好出土量的一個控制 地鐵13號線以期西起朝陽東至如珠 是連接真城、黃埔、中心城區的重要軌道 隨著倉建區間的有線盾購隧道順利貫通 彩虹橋至建設陸馬路區間已經實現了雙向貫通 屋前共有15個區間貫通 土建工程累計完成69% 廣州電視記者葉慧桓報導 在此集中 谢谢观看